我大概放了一些东西了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去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记得把它解压缩 然后解压缩之后执行 不会有些同学的电脑有点问 第一个可能出现状况是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执行这个Dreamweaver的这个软体的时候 如果说呢 Windows 8或Windows 10 这边的话有没有 以系统管理者身份执行 别的里面打开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 那我们上个礼拜第一个就是说 先设定网站 那你想说APP怎么做 实际上这个技术是 把网站的概念拿来做什么APP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软体 那个Dreamweaver本来是设计网站用的 做网页用的 但是呢 我们利用这个技术 把它延伸到手机APP 所以一个APP也就是一个网站 那后面呢 会需要透过一个技术 帮我们转换成APP 那个技术的话也是Adobe的 而且那个技术还蛮容易的 那他有免费的资源 你可以利用那个待会会讲的技术 那上个礼拜 第一个就是 我们把那个什么呢 上个礼拜那个 因为我们上礼拜是 我把它直接 到低碟好了 那再来就上礼拜东西就是放在 我也把它放低碟好了 因为放桌面上好像有些同学的电脑 有点怪怪的 然后把它也是一样解压缩到这边 解压缩致辞 拖拉的时候解压缩了 上个礼拜就会多一个目录叫102APP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index 这个是我额外的 这个是做好成功 然后呢 因为我们会使用一个技术 叫JQuery Mobile 这个技术主要就是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把网页 变成APP 其实就是透过这个东西 JQuery Mobile 那这个JQuery Mobile 这个还蛮有趣 你们可以查一下 Google一下 这个设计 这个创始 就是把这个创出来的那个人 也是年纪蛮轻的 其实他好像才高中生 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创了这个东西 就是把网页变成APP 然后现在也做蛮多的调整 这个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这个 再怎么把它开起来 其实也是照上个礼拜 一网站新增网站 就是其实新增网站 就等于是连接那个资料夹 把那个资料夹变成一个网站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 所以一样 新增网站102APP 名称的话把它这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浏览一下 找到我们的低碟好了 因为我之前是在桌面上 可是有些同学桌面好像怪怪的 记得找到102APP 然后再做什么 做一个选取的动作 一定要到这一层 因为上流上有同学 好像才到低碟 或者到桌面 然后就选取 错了 一定要进来 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做一个选取的动作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一定会有个名称 然后低碟底下的这个路径 后面理论上会多一个 这个斜线 反斜线 这个一定要有 好像之前有同学 好像少了这个斜线好像有出错 反正这个问题蛮多大概注意细节的话 应该就处存一下 那你会发现在你的右下角 这会出现什么呢 一个档案管理员 其实就是从这边 他所有的档案都可以从这边做管理 那我们基本上呢 就点开什么 index 上个礼拜是新增 上礼拜是重新 就是开一个新的 那如果说你要编辑的话 你不用开一个新的 你直接把index点两下 他就会直接打开来了 打开来之后 就上个礼拜做的啦 那我们上礼拜进来之后 还需要做什么 先把它分割 主要分割原因是因为 当然第一个啦 分割之后 右边看起来比较像手机的那个宽度 那左边的话呢 就程式 也就是里面的程式基本上呢 跟两边是对照的 这个可以预览 这个里面程式的部分 那刚开始你可能对这个程式还不熟悉啦 不过没关系慢慢来 那再来第二个呢 请你把右上角这边的 设计师模式改成传统 为什么要改传统呢 因为传统上面呢 他会多出一个工具列 这工具列呢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对于我们后面的编辑会蛮麻烦的 因为你要到这个面板里面去找这些啦 这上面功能表 反正不好找 所以第一个 大家恢复到这里 然后最后如果你要看到及时 就是上个礼拜做的 你及时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呢 会出现我们上个礼拜 做到的部分 那里面理论上这个 还是因为我可能 最后没有存到档吧 那个Netbar的部分好像还没做 他现在只有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 也许那bar部分可以再做一个复价 其他细节部分呢 如果有一些比较跟不上的话 你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 我的云端那个 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里面的话 我记得我有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把它放在这个连结里面的 这个APP设计 理论上应该都会有那个102的 那个完成画面 106等等 程式码 程式码指的就是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的细节 包含就是说 一设定什么 然后做什么事情 上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改成传统 然后做出一个Netbar 那这个Netbar怎么做的呢 我们其实可以 等一下也许再把它恢复一下 那再来等一下 就是再加一个List View 那所谓List View就是清单 假设大的项目 可以做什么 也可以做这个 叫做Netbar 其实就是什么 有点像是 他叫中国名称叫巡染列 有一列 里面重要的内容 那另外也可以做清单 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把细节讲一下 然后呢 今天的东西 其实也要请各位 自己再找一个 其他的题材 可以再做修改 也就是做一个App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再交割 再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App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需要 去注册一个 那个Phone Gap 实际上就用这个技术 帮我们转 这个里面的话 大概几个细节 第一个 如何做 就是你可能要到 这个网站上面 去注册一个账号 主要是利用 这个Adobe的 那个Phone Gap的技术 帮我们把一个网站 转换成一个App 而且可以装在你手机里 不过特别重要 这个手机 目前他这个 只志愿Google了 但你如果要 装在iPhone上面 可能要去申请一个 iPhone的那个 开发者账号 才有办法转换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想请各位先 把这个Dreamweaver打开 然后恢复到上个礼拜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